哈喽哈喽,大家好啊,我是生活在芬兰的玲儿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呢,就主要分享一下 在芬兰的一些生活日常,还有一些生活上的经验 如果你也对芬兰感兴趣,想了解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 今天的话,我们也是一期的一个Vlog 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平常的一天是怎么样子的 现在呢,是午夜的中心,我们先讲一下天气 日照时间是非常的长了 怎么样的一个长法呢,就是到了晚上的12点多 那个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前几天不是迟暴嘛,然后极光道爆发 我本来想去拍一期极光的给大家看一下 结果呢,我就是在那里等到了晚上12点半 那个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我又没有拍,没有拍成功 后面呢,早上的话,它是大概是三四点钟 天就已经亮了 就是很灿烂的阳光了 现在森林里,就特别的郁郁冲冲的那种感觉了 非常的舒服啊,早上的话,它是一点都不热的 还有一点微微的凉 现在在芬兰出门的三件套的话 就是帽子啊,墨镜啊,还有一个水服 现在我就去等公交 送我的孩子上学 打个招呼吗?你要打个招呼吗? 也有特别多的人是踩蛋车出门的 现在踩蛋车特别好 因为我还是很不接着 没错 你们看到了,不要打开 别门之后就会被关掉 倍门之后,那边的人都会在哪里 好,我们吃到 wij就 seizure 上完课了 我本来带我家孩子一起来上课 我想让他 我老实说可以带他在教室待着 可是他不愿意 因为我上课的地方在图书馆 他就跟他的小伙伴在那里 图书馆那里看书跟完店 现在他们两个在那里 看别人讲的狗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多 公园里面特别多人在这里晒太阳 六狗 然后我们在逛一个 整个店都是中国义务过来的货的店 然后我家孩子敲了一个这个东西 给他看一下看一下 然后这里的东西都是比较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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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欧啊 这样0.5欧啊 4欧啊 然后这样2欧啊 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两眼店 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两眼店 吃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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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家之后就 尝尝了给小孩整一个炒饭 就比较快一点 加点海苔 小孩子喜欢吃海苔 差不多就好了 加上去好香哦 嗯 好吧 晚餐就弄好了 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